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請各位來看 到底妙玉怎麼樣利用它 不斷地選擇一定的情境或活動 然後來形成它的人格結構的成分 也因此展現出它的主體能動性 這個同時也會涉及到 它這樣的性格能夠持續 這樣充分地往極端化去發展的 後天因素是什麼 所以下面我們就要來談 那妙玉的後天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在不同的際遇裡 它到底受到的待遇是什麼 以致可以讓它的主體能動性 如此的實踐 然後去建構出它的氣質 說實在的這必須要有後天環境的配合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妙玉的這個後天環境到底是怎樣 好 首先 它的人生應該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好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透過林之孝佳的所描述的 她事實上是個官幻小姐對不對 那麼王夫人呢也直接的從階級出身 所內化給一個人的氣質禀婦 就做了一個完全可以成立的推論 她說既是官幻小姐自然驕傲些 好 那你就知道啦 原來妙玉的天生孤僻 後天誕生的環境又實在是助長這種天性的絕妙環境 是官幻小姐 那官幻小姐當然你就有很多優越的條件 也因此你的自我可以不必受到頓挫跟束縛 你不必看人臉色你相反的是凌駕於別人之上 那這麼一來這個孤僻當然就被保存下來 而且呢就開始受到更多的培養 好 這是第一層 好 那麼在這個第一層 當然我們以前也看過的一些訊息 我們整合在這裡大家就會更清楚喔 所以果然這個官幻小姐真的是深受寵愛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我們已經講過了 父母不惜花費巨資 買了許多替身來代替她出家 就是為了要救治她的疾病 你就可想而知她真的是一個天之交子 那這是她的第一個階段 那麼第二個階段是那為了救命啦 所以不管你捨得捨不得 於是呢父母還是只好讓她親自入了空門 這個是她人生的第二個階段 那麼在這個第二個階段裡面 你又可以發現太奇怪了 她又跟一般的出家人不一樣 她事實上呢並沒有真正的剃度 對吧 她還竟然可以戴法修行 那你就可想而知 這樣的一個戴法修行呢 除了我們之前所提到的一個形象上面的 某一種特殊美感之外 它也意味著它保有一種呢 城市的聯繫 跟人間的聯繫 那也許剛開始 讓這個小女兒入了空門 應該也是父母的不捨吧 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女兒就這樣子光著頭 然後呢就走到一個這個清燈古佛的這個清集生活裡 我想這個戴法修行可能一開始有父母的那種不捨在 至少我這個女兒還是漂漂亮亮的娃娃嘛 然後你雖然不能在身邊 可是心裡想著念著你就不會那麼的痛 我想一開始可能有這樣子的一個心理因素 所以呢不願意真正斷絕親子的血脈情深 可是這麼一來 當然也就讓這個妙玉橫跨二界的這個生涯 也是一個開端 你就知道從這個戴法修行開始一入空門 這已經開始所謂的男不男女不女了對不對 那麼從此之後我們又逐步的發現 每一個階段妙玉呢剛剛好遇到的 都是很配合它的天性 可以放縱這個個性去發展的環境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樣子的一個 官幻小姐自然驕傲些的性情 事實上呢就也沒有因為出家而抵蕩乾淨 你可以注意到這個是妙玉的 應該是第二個階段對不對 它是出家然後是在除了戴法修行之外 有沒有注意到它是到哪裡出家 是一個這個名門佛寺喔 不是一般的小廟用鐵皮屋蓋起來的喔 它是在懸木山盤香寺 那懸木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座名聖 那麼它位於今天的江蘇無縣 那盤香寺這個名字倒是虛構 那有這個有興趣的人啊 他們去做了一些考察 那因為在懸木山上呢就有一座叫做聖恩寺 所以他們認為可能的這個是取材於聖恩寺做藍本 那各位不要忘記 懸木山就在今天的江蘇無縣 是不是就是妙玉的疾怪 妙玉是不是蘇州人對不對 所以你開始就近找了一座那個名門古煞 來出家 那這懸木山是這樣子的 以多梅花文明喔 那麼美到這個梅花盛開的時候呢 甚至形成了香雪海的這樣的賞梅的聖景 這個叫香雪海 你就可想而知梅香撲鼻而來啦 眼前一片像積雪一般 那真的是一個聖景喔 所以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優美 那麼非常高雅 而又有這個出家的那一種親近的所在 你就知道說 這就是妙玉 他人生的第二個階段 安頓自我的地方 那麼他到底在盤香寺待多久呢 我的估計是差不多十年 各位想一想 他是不是十八歲的時候被假家禮遇過來 對不對 但是呢他之前是不是先到了長安有沒有 然後師父在那裡圓集 所以又等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猜測他到長安的時候應該是十七歲 那往前推他又跟那個行秀燕 是不是有十年的交移對不對 所以我再猜他差不多是七歲的時候出家 那在盤香寺的這個十年光陰 當然我認為也是應該非常的平靜 那麼這樣這樣一座的 這個知靈的這個佛門聖地 你也可想而知他一定是香火鼎盛 而且他是不是還有令租給平民的廟產對不對 所以才會跟那個來租房子的行秀燕 做了這麼一個鄰居 那麼有這樣的一個半師半友的交情 所以呢這座廟也絕對是資源富饒的 所以他當然也不必自己去脫波啦 去乞討啦 所以也應該呢在生存條件上面是很優越的 那麼更不用講廟宇本身是資質優越 他是個資優兒童喔 所以呢應該也受到師父的親眼相看 所以你看他可以單獨隨著師父進經 探訪觀音遺跡和備業遺文 那個這個當然就是為了求道來更上一層樓的嘛 那你想想看師父沒有選誰 就選廟宇跟著他 你也可想而知他是師父的一個愛徒喔 覺得呢他是一個傳一波的一個傳人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說我認為廟宇即使出了家 他依然還是在一種很受肯定很受尊重 甚至呢很受鼓勵去發展的一種自我發達的狀態 所以你看處處他都是寵兒嘛 那雖然出家可是師父教導他 那但是他也他優越的資質 各方面的條件也受到師父的那一種愛寵 所以我覺得連第二個階段我們大概都可以看到 妙玉實際上呢一直到18歲為止 他竟然都可以在主體能動性之下 不斷的按照他自己所選擇的特定的情境或者是活動 也就是建構自我的優越感去發展 那注意一下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 當師父過世之後他本來是不是應該就是回蘇州嘛對不對 福舊回鄉 但是又因為師父的交代所以他又留下來 可是留在長安這個異地他鄉 孤身一人 雖然旁邊還有什麼老媽媽小丫頭 可是呢畢竟他其實就是這個孤立無援的 那你要在長安這樣的地方安頓下來 你當然一定要接受其他人的資助 而這麼一來你多少又會有尊嚴上面的碰撞 可是呢你會注意到在這個過程我認為 應該說第三個階段 那麼如果加這個階段的話 那麼妙玉的人生階段就可以分為五個階段了 那麼這個階段很短大概半年到一年 就是呢師父在長安過世之後 他一個人留在長安等待命運所給他的下一步指令 那麼這個如果算作第三個階段的話 那妙玉呢是稍微感受到人士 對他這種性格的反撲 那各位請看一下 這就是行秀燕所說的 那行秀燕當然他並沒有一直住在那個盤鄉寺喔 那麼後來呢你看那一段描述裡面說得很清楚 他說呢我和妙玉又是貧賤之交又有辦師之憤喔 可是因我們投親去了 所以後來呢行秀燕他們就搬走了 那麼對於妙玉的所知都是透過傳聞 你看文德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 然後呢最後就是投到這裡來 這裡來當然就是賈家 那如今呢又天緣湊合 我們又得以相遇喔在這裡 那麼各位請看一下這邊呢事實上涉及到 他在長安的這一段半年到一年之間的待遇 那就是不合時宜權勢不容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喔 妙玉的人生發展到這個第三階段 他其實已經開始感受到這是一個 你要在這個社會安頓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你已經失去了父母的避孕 失去了空門師父的避孕 你赤裸裸在這個現實人間的時候 你該怎麼活下去的問題 可是呢天緣積巧或者是老天給他的禮物或者是鼓勵 不知道或者是懲罰 總之他這段時間很短 短到呢他不足以改變他的個性 那很快的第四階段就來了 那就是賈府禮遇他邀請他駐到大官員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喔這真的是運氣啊 可是這個運氣是好是壞就很難講了啦 反正人生是福惜獲之所福嘛對不對 獲惜福之所以嘛 所以呢他已經開始在這個現實人間感受到 處處碰壁的那種艱難了 所以不合時宜權勢不容 這個是很短的時間喔請各位要注意喔 這不是他一出生之後到18歲的一個常態喔 只是很短的那段時間 所以沒有改變他的性格 然後很快的第四個階段 賈府呢就把他用轎子啦下鐵子啦請他來 請他來又讓他住到大官員裡的龍翠庵 連賈母元妃來到這裡都因為不看佛面看金面 以至於對他禮遇有加你就可想而知 他很快又恢復到他的天性 以及他的主體能動性所做的那些一定的選擇 好於是呢你們來看一下到了第四階段的賈府 我們就很簡單做一個交代喔 到了賈府裡他真的是雙重的與世隔絕 賈府已經是應該這樣講就是 大官員已經是與世隔絕了 沒有太多的那個家庭倫理各種要求 那麼大官員裡的龍翠庵 又因為是宗教的原地的關係 又跟住在大官員裡的其他人又形成隔絕 因為又有出家跟在家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種雙重隔絕的處境 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說 到了賈府 妙玉的一個處境是這樣子的 一方面是備受禮遇與包容 對不對 尤其是處在一個雙重隔絕的一個 龍翠庵裡 那更是完全是他個人的這個空間 那麼即使你看他去這樣子當面去嗆罵別人 但是呢人家對他的反應是什麼呢 以黛玉來講 黛玉是個最多心最敏感最不能受委屈的人了 可是你看連他對於妙玉這種積物性格的反應 都是輕輕帶過對不對 他不就是算了啦就我們不好多做 我們就走好了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是一個很具有代表性的情節 連林黛玉都是這樣的態度你就可想而知 那麼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是禮遇跟包容 還有一種那就是呢哎呀反正這個出家人 平常也沒什麼來往互動 也跟我們不是同一類的人 不理他就好 這個就是呢一種非我族類懶的理會 那麼這個我們在怡紅院的女卑們 女幣們的那種不以為意的反應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當寶玉很緊張說到底誰把這個指尖子 壓在這裡也沒有回報 大家本來是不是很緊張 以為什麼要緊人物 結果一看是妙玉大家就覺得 哎呀這是我當什麼呢 也就不怎麼樣的放在心上 你就可想而知無論是禮遇還是一種呢 哎那個懶得管他的這種心態 總之妙玉一直是處在一種 游離在群眾之外的一種完全自我的空間裡 那就這一點來講你就可想而知 這個第四階段簡直很快就超越了 他在長安那半年到一年的那種全世不容 不合時宜的處境 那立刻又把他的天性延續下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行舊燕事實上在他的話裡已經告訴我們說 妙玉的性格是到了賈府以後呢 事實上得到了更極端的發展 那麼賈府是縱容他這種個性的更大的環境的助力 請看 那麼寶玉說他為人孤僻 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 你們要記得這三句話是就他現在所看到的妙玉 所做的判斷對吧 所做的描述 所以你看喔 他在長安 不合時宜全世不容 不但呢沒有改變他 到了賈府過了這幾年 寶玉所看到的妙玉還是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 你就知道他一點都沒有改變對不對 再來再者 秀燕就說了他是把妙玉從小看到大的 不對應該是說從年輕看到大的 那麼他的這個時間性更能夠呈現妙玉的前後不同 那這個前後不同呢就讓我們清楚掌握到 妙玉是到了賈府真的更加被極端化的這樣的發展 你看秀燕說他這脾氣竟不能改 敬是生成這等放膽鬼癖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敬字用了兩次對不對 敬燕就是有點意外 而且覺得都蠻違背常情的你才會用敬嘛 你怎麼你竟然是這樣子的人 那就是違背你原先的認知 所以你可想而知對於行秀燕來講 之前的妙玉已經夠怪癖了對不對 好沒想到十年之後再見面 不只十年再見面之後固然他是還念著舊情 不忘貧賤之交 可是那個個性實在是變本加厲啊 所以呢你就可想而知賈府真的太有趣了 他何嘗壓迫過人剛好相反 他對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竟然還加以縱容 所以請看生成的這個動詞 這個生成的動詞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妙玉他的極端個性依然是在動態發展中 趨近於你所覺得意外的難以理解的那一種極端 所以這就是賈府很奇特的地方 跟我們以前老師用一種抽象的 什麼封建禮教束縛人的概念去理解 那就恐怕違反了這個文本的事實 所以文本的事實是說到了賈府以後 妙玉反而變得更加放誕鬼癖 知道了吧 所以你就知道賈府真的是一個個人的樂園 你在你的主體能動性之下 你可以盡情的去開展你的氣質心理學 然後去形成你的人格結構 所以才會生不生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 這樣子的成個什麼道理 那所以呢這就是我們必須要跟各位所提醒的 這是妙玉算是第四個階段 那麼也就是樹立他必立萬任 有天子不成諸侯不有之蓋 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環境條件 那麼從先天到後天你會發現 根本上都是以妙玉為中心 然後由他去完全的主宰自己的人格發展方向 然後呢也就是把他的天性做了最充分 最完全也可以說最徹底的一種這個戰線 那麼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什麼萬人不入他目啦 然後這樣子的一種孤高到 遠遠超過林黛玉的這個境界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這就是我們把先後天各方面的情況跟大家做一個交代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第五個階段 那就是呢值得我們省思的一個妙玉最後的人生的歸宿 對於這樣子到了第四個階段 妙玉的性格大概就是鮮明無比 也可以說是我們所認識的最典型的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麼對於現在的形態呢 到底小說家或者是其他人的一個判斷如何 那麼是好是壞是不是真的如同陳其太所認為的 他代表了作者就是曹雪芹所以為是一種什麼最珍貴的自我 然後呢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充分發展其實就是一種價值的體現 所以我們人就應該要追求這樣一個人格價值的方式 是這樣子的嗎還是說這樣的人格特質其實是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而唯一一個主張追求肯定個人主義的時代所忽略的呢 所以我現在就來跟各位談下面這個問題 我的標題當然是對紅杏與紅媒的價值評斷 這當然是把那個妙玉跟李丸來做一個對照 因為這個在小說裡無論是我們在李丸那個單元所看到的 他是紅紅夢裡面唯一對妙玉呢公開表示他的厭惡的人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特殊現象 那麼他的厭惡妙玉也不是一般的那種覺得這個人很討厭而已 他背後有很多心理因素而我們也都分析過 所以這兩個人之間確確實實也被小說家放在一個同類去比較的情況 所以呢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代表花也就是梅花還記得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好吧那這兩個人 異曲同工或者是同曲異工等等等等 或者是同圖書規或者是書圖同歸 無論怎麼樣來講他們都是可以放在一起比較的兩個人 那麼這兩個人到底從價值上來講 請注意喔我們現在在講價值囉 價值是什麼呢 價值就是意志他是好的是有意義的也因此是值得所有人追求的 這個才能夠叫做價值喔 然而各位想一想喔我們剛剛一路講下來對於妙玉的認識 其實我是不是一直都在講他的特質而不是他的價值 特質就是沒有先不要放褒貶好壞 而是你就是如實去看到他有什麼特色有什麼樣態 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所謂的人格特質的分析 是就這個層面來進行的 但是呢現在我們要進入到另外一個層面喔 那就是所謂的價值論斷的問題喔 就是說他是好還是不好或者是不要談好跟不好 而是來談他裡面有沒有一些我們所忽略 或者是當事人所忽視的盲點 好那所以就這點來講我們下面就要來看一下了 實際上呢對於紅杏跟紅梅或者是說老梅與紅梅 也就是禮丸跟妙玉的價值判斷 那麼在寶玉身上是很明顯的 請看寶玉呢他對這兩個可以說是翻版的 一個是宗教一個是禮教所塑造出來的居所 他事實上呢都曾經明確的表達過他的好惡 那麼在第17回大家由大官員的時候 針對道香村也就是將來禮丸要住的 也是為他量身設計的這樣的一處所在 寶玉呢是反對到底 請看他說 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著扭捏而成 那麼這個就是呢你甚至可以說他是雙關於 他對禮丸這一種寡婦心態 所謂的搞木死灰的一種反對 他覺得這不是這不符合人性 這違反人性是人力穿著扭捏所形成的一種負德 你甚至可以這樣去衍生 然後呢他繼續批評說 遠無臨村盡不復郭 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緣 然後講一堆然後就說 翹然孤出似非大官 這個就是他很嚴厲的一個批評 然後他說呢 真似 真似就是哪裡像 先處有自然之禮 得自然之氣等等等等下面一堆喔 所以呢 種族隱全亦不傷於穿鑿 好啦 各位你就注意到了 原來寶玉的一個褒貶 也同樣是建立在自然跟人為的對立上 所以 道香村是人力穿著扭捏 那麼 先處就是肖香館 肖香館就有自然之禮自然之氣 所以不傷於穿著 這麼一來也是在說 林黛玉的個性 是不是比較是天然比較自然 所謂的帥齊天真 陳其太所說 這麼一來呢 寶玉的好物已經很明顯了 他喜歡的是帥齊天真 不喜歡後天的各種 人工雕琢所形成的人格類型 所以他才會下面有一大堆的批評 當然沒講完就被賈政爆賀醫生有沒有 插出去什麼之類的 我們下面就不用說了 那麼從這一段長篇大論而言 我以前也提醒過大家 寶玉是不是為父如為虎對不對 見到父親就已經嚇得跟小老鼠一樣 不要說見到啦 連聽到說老爺叫你 他就已經殺死他 不敢去牛骨堂一般 什麼一步挪不了兩寸之類的 你就知道說 他對父親已經是畏懼 當然也尊敬 到了這種程度 從來沒有在父親面前 大氣喘過一聲的人 對吧 甚至有一次因為心情不好 還答不出來 還惹得賈政更生氣有沒有 你就知道說 他竟然有這麼一段空前絕後 全書中獨一無二 這樣長篇大論的答覆問 回答父親的提問 你就知道說 這絕對是有用意的 顯然呢 寶玉真的是非常強烈的反對 所謂的人力穿著扭捏 那他欣賞自然 好的 那麼這就是帥齊天性的 這一種價值觀的 然後呢 相對而言 對於龍翠安的這個所在 寶玉呢 就顯然是欣賞有加 這個就是第49回 其實我們也見過 我們在這一個小單元裡面 再強調一次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一對照就知道 第49回描寫說 寶玉啊 就是急著要到那個盧雪庵 去聯聚欣賞雪 那個雪景 然後一出門覺得天地之間 好像在玻璃河裡面 真的是天光雪光交映 那真的是粉狀玉濁的世界 結果呢 他出了院門 然後走了一段路 回頭一看 恰是廟玉門前 龍翠安中 有十數之紅眉 如煙之一般 映著雪色 分外血的精神 好不有趣 寶玉便立住 細細的賞萬一回方走 好 那各位你就知道了 那這個呢 不只是欣賞紅眉 它是整體的龍翠安 那麼所呈現出來的那一種 雪中紅眉的美景 那相對你其實也可以感受到 除此之外 曹雪芹再也沒有寫過 寶玉對龍翠安的任何評論 那所以就這一段來講 也應該可以代表 寶玉對於龍翠安 以及呢 這一個龍翠安中的主人妙玉的一個評價 所以他會覺得這樣才有精神 然後呢很有趣 人性呢就是盡量很活潑的去開放他自己 那這麼一來呢就是自然對吧 好 所以呢 我們從這兩段大概就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寶玉的價值觀是設定在哪裡 可是 可是 我們不斷的在提醒讀者 就是說我也是一個讀者 也是在這樣的反省當中 清楚認識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小說主人翁的價值觀 跟他的視角 不等於小說家的價值觀 跟小說家的視角 小說家是遠遠超過 作品中的任何一個人物的 而且呢 西方的小說理論都不斷的提醒我們 小說家不可以把他筆下的主人翁 當作是他自己的代言人 也因此 主人翁往往是跟小說家本身的理念 恐怕是不同的 甚至有可能是背道而馳 那像這些呢 都是西方敘事理論 已經做了非常精妙的分析 我覺得我們不要再用那種傳統很素樸的觀念去看小說 總以為艾亞賈寶玉說的就是這個小說的宗旨 就是曹雪芹的意圖 說實在的 這個都已經是經不起現代敘事學的檢驗的一種很素樸的概念 所以我們下面呢就要提醒大家了 曹雪芹對於理論或者是妙玉的看法會跟寶玉一樣嗎 那麼我們等一下提供的證據會告訴大家是不一樣的 而這個不一樣呢我認為又再度印證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道理 創作者跟他筆下的創作人物不可能也不應該重疊 而在這個不重疊的情況底下 某個意義來講他是要提醒我們 寶玉代表的是一個有限的個體 是在年紀的有限對人性對社會了解的有限底下所看到的價值 這是不夠的 那麼小說家以他更宏大的視野對人性社會更透徹的那種認識 他所看到的人性的價值事實上會遠遠不同於高於賈寶玉的看法 所以賈寶玉事實上是一個小孩子 你不能拿一個小孩子的這個價值觀就來說 這個就是小說家所張揚的人性最高的境界 哪有這種事情呢 所以呢我們下面就乾脆直接來看這個文本證據 我們不能夠自己隨便推論沒有根據的話 講得再好 都是建立在沙灘上面的城堡 這個是經不起考驗一下就會摧毀的 所以下面第二點我們下面就要來看 那作者本身對於妙玉的一個塑造 還有什麼其他的層面 而那些層面呢除了這些高傲到極端到積物孤僻 人皆憾的情況之外 是不是還有隱含著一些價值的論斷 好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那各位請看一下喔 這些話其實我們以前也都點點滴滴的涉及到 我們再整合一下 那就是在第五回的人物判詞 那這裡就隱含了作者對於他們的命運 對他們的性格的重要訊息 所以當然你要在這裡面去找 那麼整部小說是怎麼看待妙玉的 那麼在第五回呢妙玉的圖證 好除了畫著一塊美玉 那麼之外他又讓這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 好所以你看他依然還是要來到人間 那麼那個叛詞的斷語是說什麼呢 他說玉節合成節雲空未必空 這個說的當然是妙玉作為一個出家人 實際上他誠心未斷 那麼包含那一種階級地位的一種這個姿態 然後呢包含對於這個其他人的貶視 包含某一種情愛的朦朧的一種這個信念 這個當然都可以放在這十個字裡面來理解 但是呢我們現在要看的是作者說 這樣子的一個人他終究還是要面臨現實人間的 所以可憐禁欲止忠現鬧你忠 那各位要注意 就這兩句兩句話十個字來說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很公平來看待 絕對絕對曹月琴在這裡完全沒有冷嘲熱諷的意思 他絕對沒有鼓掌叫好說活該 你爬得越高我就讓你摔得越重 你之前越驕傲我現在就讓你越難堪 好像這樣可以得到一個心理的快感 我想這種人實在太無聊了 一個這樣心態的小說 大概也寫不出好作品來啦 那麼實際上好的作家偉大的作家 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悲悯 你一定要悲悯對人的不幸 對人的罪惡注意甚至包含人的罪惡 你都不能夠有那種要除之而後快 即惡如愁那種心態這種人都不會宏大 就絕對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所以你一定要悲悯 那悲悯的小說家創作出來的呢 才會真的是有那種感動人的力量 像雨果的悲慘世界 像杜甫的作品都是如此 所以我必須告訴你們 有一位文學批評家 現代文學批評家 應該是唐文彪先生 我記得我看過他一篇文章 他回憶他之前在美國所做的一個演講 他就提到一件事 我那時候看了之後呢 覺得深有所感 而且深惑我心 他說呢 張愛玲不可能是最偉大的小說家 他不是一流的小說家 那如果刺傷了那些張迷們 請先不要急著反應 說實在的 你能夠沉迷在張愛玲的那種絕妙的 魅惑的小說情境裡 那當然是非常好的一種經驗 而且沉浸在那個狀態中 你確實不能夠接受這樣的論斷 但是要跳出來 一定要跳出來 才能夠有更大的視野來做客觀的判斷 那為什麼唐文彪先生這麼說呢 因為他認為張愛玲的小說 有非常多的優點 那個文字駕馭能力 對人性鞭辟入理的那個觀察細膩 這個真的是無出其右 但是他為什麼不能成為偉大的小說家的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他沒有悲憫 他對於人是不悲憫的 他甚至冷漠甚至冷酷 所以呢那種冷酷才能夠讓他 這麼樣逼近人性的那些醜陋 然後呢先嚎必謝 然後沒有看到任何的那一種緩和衝容 跟一種情味 所以太冷靜了 像手術刀一樣 那種絕佳的天才手術刀 一刀劃下去血肉淋漓 雖然非常精準 直指那個病灶 但是你就看不到那個手術刀裡面有同情 我覺得後面這是我的補充解釋 那我覺得這一點 也許真的可以幫助我們思考 換句話說 要形成一個偉大的人格 那包含說你會變成偉大的文學家 偉大的小說家 偉大的科學家 好等等都一樣 我想能夠構成偉大的背後 最重要的一個胸襟跟一個心理素質 那就是你要懂得悲憫 悲憫是瞭解別人的痛 瞭解別人的無奈 去包容他們作為一個人 有的時候真的是 無法完全避免的一些小小的罪惡 有的時候甚至你對於他們 他們所做的這麼可惡的事情 你都還可以用一種很憐惜的 那當然不是原諒的那種眼光來看待 我覺得這種大胸襟 才能夠真的讓你對人性看到那麼深 可是又能夠同情的那麼深 那這個呢是我突然想到的啦 以至於呢我認為這裡的可憐金玉直中線鬧泥中 這個可憐兩個字不要輕易放過 他真的是在告訴你 即便這個人真的是很討人厭 而且他真的是命太好 命好到呢可以這樣子的去践踏別人 雖然他只是心理上面的践踏別人 可是實在是不可愛 但是問題是也不要因為這樣 就對於他不幸的下場拍手叫好 那絕對不是一個偉大的人應該要做的喔 所以不要落井下石 不要趁火打劫 那對於已經在受難的人 我們實際上呢應該要感同身受 我覺得這個是像杜甫啊 雨果啊這些呢最偉大的文學家 都共有的一種心靈素質 也是我們應該可以學習的 所以這裡他說可憐金玉直 所以請你們注意他還是受到曹雪芹的肯定 他事實上還是有好的那一面 但是呢他終線鬧泥中他必然 你要注意啊世界啊地球 不是環繞著你一個人而旋轉的啊 你一定要面臨人群 你一定要面臨怎麼樣學習 跟別人好好的相處 這是你必須要學習的喔 因為一個人過分膨脹自己的結果 他事實上無形當中也變成一個霸王 也要注意喔 即使沒有什麼實際上去破壞到別人的行為 可是他的心態上也已經在一種過分絕對化自我的 事實上那就是一個不好的狀態喔 那也因此這個人已經經過人生四個階段 已經呢是所謂的生成這等放膽鬼屁了 你就可想而知 除非他命真的夠好到一輩子都有這麼順遂的環境 否則他終究一定要學會去收斂自我 那麼曹雪芹的安排正是如此 因為賈家最後會沒落嘛 無論是那個隨帶將等席絕 或者是呢再加上一個致命的打擊就是抄家 那妙玉就終於徹徹底底失掉了 可以庇護他的這麼一個庇護傘 那你想想看連賈家都在他不合時異議 全世不容的情況底下 是不是唯一收留他的對不對 而且還以這種高規格的禮遇來對待他的 那賈家一倒哪裡他還有這樣子的那一種好的待遇 對不對天下沒有這麼多的運氣啦 所以呢妙玉在賈家倒了之後 真的豎倒胡孫散覆巢之下無完卵 所以妙玉也失去了避應沒有大觀園沒有龍翠鞍 然後怎麼辦你就是赤裸裸曝露在曠野之中了 風吹雨打你得要自己去領獸耶 所以呢殘酷的條件就來了 那麼殘酷的打擊就來了 那麼所以我想下面呢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以這個《紅龍夢》曲 關於妙玉所寫的這個世南容這一曲 我們也很快的來看一下 那麼這個跟他的叛詞是互相呼應 而且呢進一步補充 所以他說啊你看氣質美如藍 才華富比仙 這我們都看過 天生成孤僻人皆憨 你倒是蛋肉食心殺案 那麼是啟羅俗焰 卻不知太高人欲度過節是同賢 請你們注意這十個字喔 我覺得這十個字重點不在於高節 導致於世人的反撲 要注意如果只是因為高節導致世人的反撲 那就會是一個屈原的那一種 那會引起人的同情 那麼因為那是一個理想性格而受難的悲劇英雄 但是這十個字不能這樣理解 絕對不能這樣理解 就好像我就看過很多論文他提到說 寶玉在秦文死後不是寫了芙蓉女兒來倒計他嗎 裡面是不是把他比作那個假儀有沒有 等等就把他比作這麼高潔的一個人 事實上我認為那是寶玉自己個人主觀的一種誇大 那麼以曹有勤來講他未必認可為如此 這個都要另當別論 我們都要經過更多的文本證據 然後再經過論證 那以後再說 我認為呢太高人欲度過節世同弦這十個字裡面 真正的關鍵在哪裡 是太跟過 請各位要注意就是凡是太過跟過語不及 其實就是同一個道理啦 你高跟節是好的 但是你這種高跟節已經實在是太過了 這個時候事實上就已經走入到另外一種虛角 走入到另外一種不平衡的狀態 你認為全世界通通要傾向你這個天平 你跟整個世界是完全等價 這個當然是實在是太過了啦 所以呢 所以到頭來 依舊是封城骯髒唯心願 那這個封城骯髒唯心願 當然就跟前面的這個可憐金玉職 中線鬧泥中是互相呼應的 那麼當然作者在《紅樓夢曲》裡面進一步說 好一次無瑕白玉遭泥縣 又何須王孫公子探無緣 那意思就是說 寶玉將來當然就會錯失掉這位紅顏 但是這個還不是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是無瑕白玉遭泥縣 換句話說 這塊美玉它還是會要流落人間 但是人間一定是在充滿塵埃的狀況底下 有許多複雜的難堪 地心引力吸附了 讓我們不會飛離到外太空去 可是也吸附了許許多多的污染物對不對 那麼人活在其中你怎麼樣安頓 那真的絕對是一門大學問 不是說我只要撇清跟你們俗人劃分界線 就可以解決的 如果這麼簡單 我們大家都去做影視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所以呢事實上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下面我要先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那就是所謂的封城骯髒唯心願的這個骯髒 一直以來有另外一個解釋 這個解釋是維護了妙玉在淪落泥縣的處境之後呢 還維持了它的高潔 他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思路 然後對骯髒進行其他的迅骨解釋 例如說呢請你們看一下齁 這個骯髒我這邊沒有做文字上面的補充 可是大約意思是說 這個骯髒它是諧音字 抗高抗的抗抗張的一個轉語 那那個抗其實就是高傲不屈啦 高抗那樣的意思 所以呢他們用這樣的一個思路呢 就把封城骯髒唯心願解釋為說 即使是封城唯心願的狀況底下 妙玉呢還是非常的高抗不屈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好所以他們認為 這樣就可以維護妙玉的性格的一致性 而前後始終如一 那但是呢這樣的解釋 當然如果單單純純的只是看骯髒這個語詞 它在中文漢語發展過程中的幾個可能性 事實上是也沒有錯 只就這個詞彙的解釋來講是沒有錯 但是呢從我們上下文的這個文脈來說 實際上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怎麼說呢你們可以看一下 無暇白玉遭泥線啊 然後像這個中線鬧泥中啊 那這些都是在說明它的處境上面呢 確確實實是淪落到現實人間的這個污泥之中 那這個抗章 骯髒抗章 到底是不是說它的心態上面不屈 這個說實在的已經沒有別的證據可以得到支持 那所以呢我們必須透過 這個執筆來告訴我們說到底妙玉 是不是還是維持那種高抗不屈的心態 那麼它的處境絕絕對對是淪落人間 但是它的心態上是不是還是不屈 這就很難說了 而且從它對於這個現實處境的 沒有採取激烈的方式來面對 我認為這個骯髒不能用高抗不屈來解釋 怎麼說呢請各位看一下喔 那麼以它最後所謂的封城骯髒為心願而言呢 透過支批所提供的訊息 那就是賈府敗滅之後在進場本 進場本是支批的一個版本 它在第41回就有一個批語就提到 那段文字當然這個顛倒錯亂啦 其實是讀不大懂的 那麼透過周汝昌先生重新加以教讀喔 那它也很客氣它說我暫時擬定如下 把這個文字做一番梳理之後 會不會實現是這個意思呢 就是那段進場本的支批 它順讀之下意思是 他日刮舟渡口各事勸程 紅顏故不能不屈從枯骨 岂不哀哉 那如果我們接受這個支批 是很有這個參考價值的話 那麼它提供了後40回的證據的話 那麼你就必須說 事實上賈家超沒以後 妙玉失去了庇護 它事實上呢真的就跟著其他的 金釵們一樣流落人間 那麼人間人來人往 你要注意啊 瓜州渡口 渡口正是一個呢 齊入亡陽對不對 一個人海茫茫的所在 就在這個渡口 不知何去何從 所以呢 他日就是賈家敗若之後 那妙玉可能呢 僅存也不多 我再猜啦 他籠翠岸的那些高級精品有沒有 說不定在抄家過程當中也被抄沒 這個就不得而知 不過我想從 自替的這段描寫 恐怕他也完全失掉了 讓他可以在尼姑庵裡面 過著名流生活的那些 高檔的物資憑藉 恐怕也都一併失落 所以呢 他流落了到了瓜州渡口 可是怎麼維生 你們要知道生存真的很艱難呢 那 有的時候我看到一些同學 或者是認識的一些人 真的是 真的是令人心痛 你不知道他們為了活下去 是這麼樣的辛苦 這麼樣的掙扎 甚至要去割捨 他們心中所熱愛的文學 我就見過這樣一位學生 所以實在是心裡面很難過喔 那所以那一種因為命太好 輕易蔑視別人在生存奮鬥之中 不得不然的委屈求全 我覺得那真的實在是太可惡了喔 妙玉給我的感覺有一點是這樣 就是他不知道人生有多艱難 在太順利的情況底下 他不能夠對那些 處在低階層的人 他們奮鬥掙扎 而不得不變得那麼粗鄙 那麼的肮臧 他們得要在泥泥裡面打滾 身上要沾上塵埃 你去厭棄他們肮臧 這真的是 就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你真的是合不食肉迷喔 所以呢 所以我覺得枝僻在這裡 就真的比較冷酷了 他說他日瓜州渡口 各式勸承 所以你看天道好還 天平還是要有一個平衡的 換句話說真的 不是多元 就每一元的那個價值 就都是對的 都是最好的 哪有這種事情 一定還是有一個高下 還是有一種比較是 值得追求的君子人格 或什麼什麼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勸承 有些人要受到鼓勵 因為他事實上是個好人 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可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也要受到一些懲罰 那個懲罰 某個意義來講是 你不懂得的 我就讓你懂得 你過去命太好的時候 現在就讓你了解 命可以有多不好 然後你也因此懂得悲憫 懂得虛心 懂得謙卑 所以紅顏故不能不屈從枯骨 所以妙玉這位紅顏美女 他就不能不屈從於 什麼叫枯骨呢 枯骨有很多解釋 我的解釋比較是那種 就是老人家啦 嫁給一個年老的 一個可能是做官的人 那因為年老的人 他們不是就可以要續懸嗎 或者是三妻四妾 那妙玉可能是續懸 也有可能只是尾聲做妾 無論哪一種 總之對於妙玉這個這麼潔癖 這麼高傲的人來講 為了活下去就屈從枯骨 尾聲一個老人 你看連寶玉 才稍微能夠得到他的青睞對不對 可是一個老人 然後恐怕也不過是為了貪圖美色 把他納入到自己的後宮中 你就知道說 這個後宮我當然是誇大用啦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對妙玉來講 那當然也是非常慘烈的一種悲哀 那當然我們不冷嘲熱諷 可是呢你就必須說從這裡 從這裡曹野芹是不是也意味 也有一點意味是告訴我們說 固然我們要悲悯 所以你看他說起不哀哉 從一個人的受難來講 從他從雲端掉落到泥泥裡面的 那一種慘痛來講 你當然還是覺得這真的是太悲慘 你不需要在這裡拍手架好 但是呢如果我們先跳脫對個人的 那一種悲悯跟同情 你只就一般人性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麼妙玉這樣子的一個遭遇 是不是也可以讓我們得到一些啟發 就是說真的當你命很好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這是天經地義 你還是要懂得截至自己 懂得體貼下情 懂得把自己多的分給別人 而不是去輕視那些不如我們的人 是不是就在這裡 就有所謂的各式勸懲的意義在這裡 也因此 我下面就要請大家要注意了 雖然妙玉他在驅從枯骨 在這種骯髒當中苟活下去 那麼我們就必須說 他至少沒有用一死了之 沒有用其他的方式來杜絕這種骯髒 所以我認為他實際上在心態上面 也不能夠說他真的就所謂的高傲不屈 當現實的浪濤打過來的時候 你終於就可以知道到底什麼叫做高潔 高潔的價值在哪裡 事實上高潔的價值在於 你願意為這個高潔付出多少的努力跟代價 所以我覺得妙玉跟秦文一樣 秦文的例子我們以後再說 他們的高潔或帥氣天真 實際上都是因為在太順遂的情況底下的放縱自我 以至於他們並不是一種經過千錘百煉之後 能夠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的一種堅持 如果是後者 那麼就會是像屈原 會像甲夷 會像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在歷史上面 異藥生輝的人物 但是這兩位女子包含秦文在內 他們都不是這一種 他們只是因為很順利 所以呢又有這樣的一種天性 然後就讓他盡情的發展 所以說這樣子的帥氣天真 真的是一種人性的價值嗎 我看不到他們很努力在打造一種價值的追求 為了維持這個價值 他們願意付出代價付出血汗 我沒有看到這一點 所以當一旦環境不順利的時候 他們其實很快就屈從了 那麼就這一點來講 這真的是一種高潔嗎 這種高潔是一種價值嗎 是一種因此可以歌頌 也可以去仿效的價值嗎 這就是我們可以思考的 也因此 你看我就在什麼帥氣天真 決然你而不子 所謂不屑不竭之事 後面就連續打了三個引 問號 我覺得不是 真的不是 那麼妙玉他最後屈從枯骨 而委屈求全的活下去的這一點 老實說有前蹟可循 他之前也就已經表現過適應環境的這一種彈性 那麼事實上那一段情節你們都已經看過 就在第41回 劉姥姥跟著賈姆來到了龍翠庵 是不是被招待一頓這個老軍媒對不對 那麼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整個過程我再提醒你們一次 那時候我們只是帶大家看過那個文本 可是呢我現在要提醒你們注意 妙玉的言行舉止表情動作 你就會注意到妙玉實際上 在不得不然的時候 他事實上也很會入境問俗 會懂得配合別人 例如說當賈姆一行人 一面說一面往東禪堂來 請看妙玉笑往禮讓 好不好 好那賈姆就說我們才吃了酒肉啊 什麼什麼之類 然後呢把你的好茶拿來 我們吃一杯就去了 妙玉聽了忙去烹了茶來 好來請看喔 第一個笑往禮讓 第二個忙去碰了茶來 然後呢 子見妙玉親自捧了這個什麼茶盤 又有什麼小蓋中茶杯的就遞給賈姆 那賈姆說我不吃六安茶 妙玉就笑說 好知道這是老軍媒 那麼賈姆接了又問這是什麼水 妙玉就笑回 就笑著回答是舊年捐的雨水 那麼各位請你們看一下 當還有一開始等一下 一開始是賈姆帶了劉姆姆到龍翠庵 大驕光臨妙玉盲接了進去 對吧 好我們把這些相關的副詞形容詞動詞 好全部加起來請看一下 他一共盲了幾次 忙了兩次吧 好忙了兩次 好趕忙那個動作你看都比較殷勤 然後呢笑了幾次 笑了幾次 三次吧 對不對 我算了一下 來請看一下 他對於賈姆的大驕光臨 動作呢是殷勤的事後 請看 忙接了進去 忙去碰了茶來 而舉止是非常的謙卑謹謹慎 像什麼親自捧啦 捧與夾母 捧是兩手去捧喔 那臉上是笑意盈然 好所以一共笑了三次 笑往裡讓笑說笑回 好然後你看 並且對於這位難得一見的賈府的最高權威老祖宗 他不吃六安茶的口味 是這麼樣的寥弱指掌 好然後呢 他還動足機仙喔 當你注意喔 當廟玉捧上茶的時候 其實 賈姆有沒有直接接過來 有沒有 你看沒有喔 當他廟玉親自捧了海棠花式雕漆田金雲龍現瘦的小茶盤 裡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中捧與賈姆的時候 賈姆沒有直接接喔 他是先說我不吃六安茶 結果廟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梅 他一聽這個茶品是他願意接受的 他是不是才接了 注意到了 接了之後他有沒有立刻喝 沒有 他立刻問他問的是是什麼水 然後廟玉才笑說是舊年捐的雨水 然後賈姆才喝了半盞 你們都要注意這些細節 那剩下的半盞是不是就順手遞給了劉姆姆 結果就毀了那個茶杯 那個茶杯的命運就流落人間 好他的不知情之舉就傷害了這支茶杯 可憐啦 對不起我亂講話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你看喔 這些細微的差別告訴我們什麼呢 第一個 廟玉呢 洞竹雞仙 完全知道賈姆的口味對不對 第一個 賈姆已經先說他不吃六安茶 但是茶杯他表示之前是不是先泡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已經就先一步選擇了賈姆喜歡的那個品味 接著呢又問是什麼水 那麼廟玉說的是舊年捐的雨水 所以賈姆才喝 有沒有注意到 當賈姆在表明他的偏好之前 廟玉是不是完完全全都投其所好了 注意到了 所以呢可想而知好奇怪呀 廟玉不是沒有在現實人間中生存的能力喔 所以真正遇到很有權力的人在他面前的時候 他也不是不能投其所好 也不是不能夠行禮得宜的 所以可想而知你看 廟玉對賈姆的招待是體貼入微毫無偏差 請你們看一下這段過程中何嘗有一絲的傲氣 那麼他跟王熙鳳去討好老祖宗有沒有 班衣細彩的那些表現又有什麼差別 然後你想想看一個出家人 對於至尊的權貴者的癖好如此了然於心 有沒有注意到他真的是滅世權貴嗎 好像這些問題我覺得點點滴滴曹雪芹透過這些細節 是在告訴我們說廟玉這個人事實上也很複雜 那麼雖然他命很好在環境的支持鼓勵之下 使得他那樣的天性呢可以這樣極端發展到連林黛玉都望塵莫及的地步 但是他的性格中也有務實的那一面 好這是所有人都難以避免的 而這麼在一個短短的賈姆來到龍翠安的場面中所流露出來的這一面 最後在他人生的第五個階段 也就是呢不得不屈從枯骨的這個階段 就變成了他要好好活下去的那個力量來源 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人不可能完全改變的 他最後能夠屈從枯骨然後苟且偷生下去 這個是有前機可循的 他不是突然之間哇就變得很能夠願意餵了一口飯 然後呢就忍受屈從枯骨的待遇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人性真的很多面 每一面又有很多層次然後人真的很複雜 那麼所以當我們在看小說中的人物呢 不要忘記千萬不要把他狹隘化簡單化單一化 這就是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到的 然後呢我們下面就是要來跟人家分析 先不管妙玉在第五個階段 也就是他一旦失去避孕 必須獨自面對現實的嚴酷考驗時 他就放棄掉他那個什麼太高人欲度過節 勢童賢的太高跟過節 然後呢就學會了忍辱偷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真的 你能夠那麼高傲常常原因不是因為你比別 別人優越你就該享有這種意識上 心理上踐踏別人的特權 而只是因為你命太好 所以得到了你周圍的人的支持 跟環境的包容乃至縱容 才能夠讓你享受這樣子的一種特權 所以真的你們回去好好想一想 在自己家裡面一樣喔 你們可以去嗆父母 去跟父母唱反調 父母有時候來對你們小心翼翼 老實說那是因為他愛你 不是他怕你 我們後來在成長過程中也慢慢理解到這一點 從此之後呢就開始學會 也對父母很尊重 也就懂得像對別人的禮貌一樣 去對待自己的親人最親的人 因為我們往往最容易就是呢 對我們最親的人不好對不對 老實說啦隱含的心理也是 反正我也不怕會怎麼樣嘛對不對 真的你沒有意識到 可是你事實上是有恃無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真的意識到這一點之後 要學習改變自己 人家會讓你 不是因為怕你 是因為愛你 可是世界上愛你的人真的很少很少 屈指可數 所以你不是更應該珍惜這幾個人才對嗎 你怎麼反而這樣子毫不留情 毫沒有底線的去傷害人家 這實在是人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但是一般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做一般人喔 所以呢我們除了提醒這一點之外 你看當妙玉失去了寶玉的縱容 甲斧的縱容 他就得要學會自己呢去委屈求全 所以這是不是作者就要提醒我們的一點喔 也因此我們必須說 所謂的個人主義 所謂的個人主義 他事實上是缺乏自足性的 他真的是有待於外 才能夠形成的一種自我張揚 也因此所謂的個人主義 是很單薄脆弱的 從妙玉啊情文這些人都可以看得到 而世事多艱人生難料 真的一個人能夠幸運 往往是因為他 一個人能夠任性 真的往往只是因為他很幸運 並不是你自己真的很優越 你在能力啊品德上都超越其他人 你就天生就該擁有特權和優越感 不是的 你只是真的命很好 可是這不是你的功勞 所以你沒有道理 因為命很好就反過來践踏別人 對不對 所以呢 對自己要多一點自我控制的要求 懂得謙卑 然後對世人也多抱一些慈悲跟寬容 這就是我覺得可憐金玉子中獻鬧泥中 給我們的一些啟發 也是支批所謂的各式勸誠 懲罰的懲 應該給予的理解 他倒不是為了妙玉受到懲罰 而拍掌叫好 不是 而是告訴我們說他警惕我們 當我們在人世之間的時候 你應該要懂得超越自己 所以我覺得最後最後我還是要很想要跟大家反省 所謂的帥奇天真的這個問題 實際上不只《紅龍夢》 透過小說虛構的人物來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妙玉 附帶談到的是情文 實際上在歷史中真實的人物 也有一個絕佳的典範 告訴我們說所謂的帥奇天真 他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抽象 實際上他不能作為一個人格價值觀的一個示範 那個人是你們都很認識的陶淵明 有沒有 陶淵明就是在歷史上以真帥著稱啊 他不是這個人家帶了酒來 他就把他喝光對不對 喝醉了還說我醉玉眠親切去 把送酒來給趕走 等我醒來我們再說有沒有 那他能夠這樣是有特定的條件 不是說我們人都該這麼做 既然不是我們人都該這麼做的話 他不應該是成為一個人格價值才對啊 他只是一個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在先天後天的某些配合體下 所形成的一個特定的風貌 但是他不能夠給予一種高度的評價 所以陶淵明在這一點上面 給了我們一個很有意思的 省思的一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那麼透過真帥著稱的陶淵明 我們可以更了解賈寶玉欣賞妙玉這樣的人 細細賞萬 這事實上呢 不代表曹雪芹的見解喔 我們也同時呢 藉由這個例子來思考 到底真跟帥的問題在哪裡 可是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現在只能簡單透過陶淵明的一個 學術界研究的成果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這是一個日本漢學家的一個研究成果喔 他把陶淵明的詩文中所有有關真 就是真假的這個真的那個相關的文本 全部加以找出來一併考察 他得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 當我們以為陶淵明是在抨擊或感慨 爭鋒告示大偽私心有沒有 所以我就掛官求去歸顏填居 我不願意跟你們這個虛偽的人世間居於尾夷 你們以為陶淵明是在這裡 抨擊或者是貶低人群的那個運作的道理嗎 恐怕沒有那麼的絕對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剛春凡先生的一個這個研究喔 我覺得很有意思 那麼剛春凡先生說呢 透過陶淵明詩文中所有有關真這個字 的相關文本加以考察 可以發現到陶淵明所謂的真 並不是一種哲學思考的精確概念 而是帶有情緒性的理念 他是一個情緒的反應 不是一個造次避於世 顛沛避於世的道德堅持 也不是在邏輯哲學論證上面一個知識 一個千錘百焰的知識都不是 事實上呢 陶淵明所謂的真 是一種身心要完全保持著太古時代 那種純粹素樸的自然性的境界 可是這種境界是一個人 必須也只有從現實世界中完全脫離出來 你才有可能進入到這種境界 而獲得個人的所謂的完全自由 因此呢老實說陶淵明的這種真 是一種超現實的浪漫化理想 真的他是超現實的不可能的 那麼而這樣子的一種超現實的浪漫化理想 也決定了陶淵明在追求這種真的時候 必定也只能以一種不徹底的方式來進行 他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去追求這種真 並且呢在某種情況下也許你就不宜的固執實行喔 有時候你就要彈性要入境問俗要調整自己一下 而鋼村凡先生說事實上 這也是陶淵明在決定引頓之初 就已經大體預料到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獨特 我所見過的一個研究心得 我非常贊同 那麼用這個來印證於妙玉請看 如果連陶淵明的真 他是一個真的是非常文化中的精英分子 那個哲理的涵養之深 那是恐怕妙玉都不能比的 可是如果連他的真都是一種帶有情緒性的理念 是在概念上和實際上都要打了折扣才能夠宣揚 那麼實際上紅樓夢中欲自備的人物的性格特質 那事實上就更是如此喔 所以說我們剛剛是不是提到妙玉是不是在賈母 來到他的農淵館的時候 是不是也就沒有固執的去執行他的真帥啦 對吧 那麼是不是他的真帥也是在遇到現實社會的時候 他也就還是以一種不徹底的方式來進行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真的 我們好奇怪 我們對人性為什麼總是用一種很簡單的二分法 只要率性 只要韌性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價值 然後就拍掌教好 只要你呢跟反對社會 就代表是一種什麼自我伸張 就是一種理想就是什麼 這種邏輯真的都非常的奇怪 背後有很多跳躍性的不嚴謹的 乃至於有很多的盲點跟疏漏的推論 可是我們對這樣的推論方式習以為常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妙玉 這些所謂的玉自備的人物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給予過度的 所謂的價值上面的一種標定 而是就把它看作是一種人格特質 是一種在他的生命史裡面 合情合理所發展出來的樣態 然後你去了解他 你也可以欣賞他 也可以去感嘆他的不足 我覺得這樣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必須說回來紅樓夢的人物 我覺得妙玉晴文 甚至林黛玉 他們的所謂的帥奇天真 這種真帥 只是一種人生初期 未加雕琢的天然樣態 而且在後天環境的縱容之下 順其自然的發展 事實上是沒有經過考驗 也完全談不上是一種造勢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的堅持 因此一旦面臨環境的巨變 失去了放縱自我的環境條件以後 他事實上就很快的改變 變成跟別人一樣適應環境的存在者 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 不要把這些人物 其實只是很一般性的人格特質 把他高揚到說具有人性論意涵的這種人格價值 甚至把他們讚揚為是有反正統 是本真性的代表 我覺得這真的都是言過其實 所以我認為曹月琴不等於賈寶玉 他對於紅杏跟紅梅的評價跟寶玉是不一樣的 曹月琴他事實上 對於紅杏跟紅梅沒有褒貶 他只是在告訴你 每一個人真的就是在他的狀態底下 形成這樣的風貌 他是善盡小說家的洞察力跟表現力 把人性的多樣性跟複雜性給表現出來 然後也把這些多樣性跟複雜性的成因 形成的原因很合理合情的演繹展現出來 那麼也細膩深入的刻畫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子的樣態的先後天因素 然後塑造出這麼傳神 這麼樣子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態 我覺得我們對於妙玉這些人應該要這樣看 所以說最後必須跟你們再補充一下 請給我10分鐘 我們必須說真的 那些所謂的率性認真 除了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那種很一般性的人格特質之外 假如真的要說曹月琴有沒有褒貶 我們剛剛說他沒有褒貶 他只是這樣很細膩深入呈現給你看 但是我實在是很想進一步再說 假如有沒有褒貶這個問題一定要回答的話 我覺得說不定還是有褒貶 可是呢我的答案會跟一般人完全相反 一般人會認為他是在讚揚這種本真性 我的想法剛好相反 怎麼說呢 請看在中華文化傳統裡面 你紅樓夢是在文化的傳統底下所產生的一部百科全書 你不可能脫離文化傳統去看他 如果我們回到文化傳統來看的話呢 請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種人也許在個人主義當道的現代思維中呢 我們認為他們是一種價值 可是如果呢超越以個人為核心的 這種現代式的思考框架 你必須說真的 人的無限性是建立在超越個人之上的 而這個是如是到這構成中國文化最重要的三派思想 都一致公認 請各位看一下 儒家他走的路不一樣 可是都是在超越個人 他是由正心誠意修身騎家治國平天下 對不對 然後要參天地讚化欲等等 他要達到一種內聖外王的境界 因此呢超越個人 你看這是在《倫語子喊》篇裡面 孔子所說的 你要絕四 就是斷絕四種 阻礙你去成長超越的一種障礙 叫做勿易勿必勿故勿我 有沒有 勿我不就是要超越自我嗎 對吧 然後呢佛家走的路呢 是透過斷捨離 斷捨出離的修為 也一樣都是要你超越自我 你看像那個大聖起信論 就講到 一切邪直皆依我見 若離於我則無邪直 你看你還是要超越自我 所以你不要人我公中 人我是一個專有術語 就是比較低層次的情緒性的感受性的那個我 你不要用你一個人我老師放在你心裡面 你要超越這個啊 有一個更高的境界 那個是一個無喪我的境界 然後你就可以身心相理理事俱如 則何往而不是 這是亡為所體驗到的佛家的境界 所以剛剛我用的無喪我 就是出自於道家 你看都是我 無要喪我 那什麼意思 其實這兩個我是不同的層次 意思都在告訴你 你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主體性 是應該要透過喪我的方式去達到 那這個我指的就是比較低層次的那個我 情緒的啦 血氣的啦 好惡的啦 得失的啦 你會在這個層次上面去計較翻騰的那個我 你應該要超越它 所以從這些點點滴滴 我們就可想而知 無論是儒家佛家道家 道家就告訴你你要奇悟對不對 奇悟的前提你當然要心災作望嘛 你要超越自我嘛 所以你可想而知 任何一個宏大人格的塑造 都是從超越自我而展開的 所以說廟裕情文這些 以真我帥齊天真的這些相關人物 真的就代表人格價值嗎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他們會不會只是有小才而未見君子之大道呢 會不會他們只是莊子裡面透過所謂的昆蓬的比喻 來告訴我們他們其實只是小小鳥 那在小叢林小草地上面跳躍很開心 能夠天真自視 而不能夠飛得很高 憑藉著九萬里風 那麼飛到蒼穹 然後呢才能看到真正宏大的世界 所以老子就說過啦 夏氏聞到哈哈大笑對不對 來那麼會不會這些人也都只不過是個夏氏而已 是個小隻 你看以這個莊子逍遙遊裡面透過大鵬跟小鳥的對話 告訴你說小隻不及大隻小年不及大年 那麼這些帥齊天真的人會不會只是一個小隻而已呢 所以說我最後做一個結論 我覺得妙譽自喻為雞人 他實際上是一種小隻的表現 是有一種聰明人的沾沾自喜 可是他並沒有真正君子之道大智慧者的宏大生辰 所以說最後我真的認為人的率性認真 所謂的帥齊天真 會不會都只是莊子所寫的那一種小鳥的字意跟識字呢 而是不是當我們不想只做那樣的小鳥 我們是不是就少認真的好 認真就是認齊天真率性而為 那這也許都可以我們在開放性的再去多想 那就我個人來講我真的已經不是18歲了 18歲的時候很欣賞妙譽很欣賞待遇 但是我想人應該一定要成長 你應該要看到除了個人之外的更宏大的風景 那麼這麼一來或許我們才會有智者的宏大生辰 然後我們也更了解也更懂得悲憫是什麼意涵 那這個是我們對妙譽所做的一個總結